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這個表是某公司所有員工年齡的次數與相對次數分配表 第一個它要你完成這個表 完成相對次數表 這個是次數 總人數有多少?總次數有10 就是全公司總人數50 那現在10人的話佔公司的幾分之幾 就五分之一 那五分之一是幾%?20 我就說10除以50 再乘以百分之百 這個的話固定是2 所以是20% 這個就是32 就把它乘以2 這是20% 這多少?把它乘以2就32% 乘以2就是這個 這10乘以2% 就是20% 那你在一代16的話 乘以2的話就32% 8乘以2就30% 乘以2就12% 乘以2的話就6% 這全部加起來是100% 那這個表就填完了 再來它要你畫什麼呢? 畫說員工年齡的相對次數分配折現度 這個是百分比 這是相對次數 它要你畫相對次數 好 那20到30的 有多少?有20% 20到30有20% 在這裡 你要畫20到30的中間 這個叫組中點 然後呢 30到40的有多少?有32% 32%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40到50有15% 15%的話 沒有 30% 40到50有30% 40到50有30% 30%的話 我這裡少 30%的話就中間 在這裡 28到32的中間 30% 在這個50到60是12% 12%在這裡 然後60到70的話 有6% 60到70就是 4%到8%的中間 然後的話呢 我把它全部連接起來 把它全部連接起來 好 連接起來 通常為了好看 我會 我會把這個連接到這裡 什麼呢? 70到80的這裡 把連接起來 或是留著也可以 這個答案上面 它這個是留著 我留著 好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? 就是它的那個 次數 分配折線圖 這個 次數分配折線圖 這個是它的 相對次數 這個 分配表 好嗎?